新機場啟用首日出現電腦故障同行班延誤 董建華說新機場啟用初期出現問題公眾應該包涵 大批市民湧到新機場遊覽 新聞的長城內容 赤立國新機場在今天啟用的時候顯示航班時間的電腦系統出現問題 機管局說短暫技術故障對航班服務影響很輕微 蔡志軍報特 赤立國新機場大堂航班顯示系統早早已出現問題影響機場運作 好像這個顯示屏還在顯示上午8點多的航機乘客可以登記 但實際時間已經是差不多10點半 接著還整個顯示屏沒有資料 乘客不知何時和在哪個集上機 就算來接人亦都很麻煩 最慘不知他幾次到 不過現在剛才問到卡拿就是沒了航班機 因為航班的調動和程序上的改變 令到我們這個作為航班資訊系統 就是Fight Information System 出現了一些故障 這個故障引致到有一部分的行李處理系統 亦都受到影響 他說有關的技術故障中午前已經解決 至於夏運大樓大部分地方已經完成裝修工程 不過市民仍然覺得夏運大樓洗手間不足和骯髒 太平門不時還有警鐘誤明 亞洲電視記者蔡志光報導 除了航班資料系統發生故障 導致延誤之外 各班抵港的航機 由於缺乏接駁巴士和下機的扶梯 全機的乘客都要坐在機上面 等一個多小時後 妙美思想掛一班受影響的航機看過 第一班由拆立國起飛的民航機 被原定的7點鐘 遲了10分鐘左右 才出發去目的地馬尼賴 今天起飛和以往不同的是 望出去窗口 再見不到商業區 只是望到住宅大廈 其實要搭離開赤立國的第一班飛機 不是沒有代價的 沒有像這班小朋友 每個神這麼早起床搭飛機 結果刺激過後就睡著睡覺 去這程就順順利利 睡得比較好 但其實回程才是惡夢的開始 我們即日由馬尼拉飛回來 下午1點左右再錄之後 足足在機艙中 運了一個半小時才下機 即是等於由香港 再飛多次去馬尼拉的時間 很過分 很離譜 比我們下機的梯都沒有 都找不到 有塘梯來了 巴士又沒有 終於等了大半天 但其實還未等完 機管局當初就說 四個字內就可以認令到行李 但現在大堂就側滿了人 個個推著車仔 等了一個多小時 都未見到自己行李的影蹤 等了一個小時 但現在還未有 那班機之前都等了兩個小時 他們都 我說直接都沒有什麼系統 好像剛才我們在等車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樓梯等多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他們都說做到新機場的第一批乘客 原先很開心 怎麼知道原來是做了試驗品 亞洲電視劇者 妙美斯報道 機管局主席王寶欣 就新機場第一天運作出現混亂 向市民道歉 但就否認新機場的預備不足 而行政長官董建華就相信 機管局可以改善 羅佩琴報道 對於赤立各新機場 一開始啟用就出現錯漏 和收到不少投訴 董建華認為大家應該包涵 當然是一個這麼大的機場 初步運作 遇到一些困難 但我很相信機管局 它掌握到整個情形 很快就可以克服這些困難 而機管局主席王寶欣表示 他們已經找到新機場運作上錯漏的原因 會及受經驗和旅客的意見 更加以改善 但他承認顯示牌運作失靈 涉及人懷因素 有部份的同事 在電腦方面有些鬼準 但另外的人都不清楚 我以為這個可能是 我們部門之間有些溝通的問題 它說機管局會作內部檢討 看看是否要追究責任 王寶欣表示 要向因為運作出錯 而帶來不變的旅客自協 但他就不認為第一天就出現錯漏 是因為新機場未預備好 所出現問題的 我所知道有10個紅斑 我以為是佔差不多5% 照街就不能夠說 我們還未準備好 這些第一天的運作 有多少的失能 我看這個是應該 以普通的標準來說 應該是去接受的 他表示機管局會邊做邊改 相信日後出錯的機會會越來越少 亞洲電視記者羅佩慶報道 設立各新機場晚上發生交通意外 一格巴士懷疑誤 乍蚰 should wear a bike 新機場的又沒有其他工序 地區馬上交通意外 位置西班便搁他們 下去馬上升 新機場在今天正式體育後出現不少故障 電池航班指導的問題 我們的記者在新機場 在新機場仍然有航班延伍的情況出現 離境大堂和底港有很多人在等 有消息說行道上有幾班的航班 仍然在等梯車和輸出巴士來接載乘客降落 我們也看到一些展示板 看到由下午2時多的時候 到現在晚上11時多 都有10班的航班還在開始登記 而有很多來接機的人都說 是等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還未曾見到他們要接的朋友 而一些到港的人就說 由於一直都等不到 有另一個航班和梯車 所以他們一直在停機坪等候 而有行李也是等了半個小時 而有部份在這裡預備離境的旅客就說 由於一直都是有言悟的 所以他們都等得很不耐煩 而在底港大堂裡 仍然看到有很多人在等他們的親戚朋友 由於一直是有言悟 所以他們仍然在等候著 表示今天的安排就不是那麼好 我們的報導就告一段落 交給新聞報 謝謝歐哲良在新機場的報導 第一班降落新機場的客機是來自紐約的 載住三百多個乘客 在清晨6點20分到報 而首位報出新機場的乘客就說 新機場很壯觀 清晨6點20分 國泰CX889珍寶客機 首先降落赤立各新機場 成為歷史性一刻 這班機來自紐約 載住三百多個乘客 用了十五個小時 經過北極圈 在背負歷史重任的航班上 乘客都拍照留念 首先降機的利特爾夫婦 是英國人首次來港 當局除了中了一隻小型 催器飛機給他們 作為紀念之外 還頒授了一張證書 他們形容新機場很壯觀 在英國中有很多電視劇 關於建築的設計 這真是驚喜 這真是完美的項目 這真是十分宴獲 而一早到新機場迎接第一批 使用新機場到港旅客的 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除了多謝機場的工作人員之外 還多謝多位前港督 和前港府高官 特別有三位人士 是積極參與這個機場核心工程 我在這裡代表全港市民 多謝韋奕順分爵 也都多謝彭定康前總督 和霍德著士 行政長官董建華就發表聲明 只雖然天氣惡劣 但是13個小時的機場搬遷計劃成功 新機場第一天啟用 吸引了大批市民到客運大樓參觀 當中很多人都只是去遊覽 劉曉君說說 新機場正式啟用的第一天 新機場正式啟用的第一天 人頭湧湧 情況虛陷 不過原來有很多人都不是來搭飛機 也都不是來送機 又或者接機 而是長途拔洩地來到七立國 實行新機場一日遊 今天是第一天開 來做市民 你覺得機場給你有甚麼感覺 感覺很漂亮 和舊機場真的差很遠 很有國際性 不少人來到新機場 還好像開嘉年華會一樣 又吃東西又買東西 很多食店都逼滿人 有人還嫌食店太少 另外機場內很多精品店都生意滔滔 不少市民都購買一些新的機場紀念品 不過原來還有一些市民到來是另有目的 不是打飛機 是專門進來去遊覽吸引 由於今天打的遊速和昨天不同 很多集遊人士特意到來打遊速和買紀念遊票 不過遊票未到中午已經賣光 亞洲電視記者劉曉君報道 機場核心工程之一 機場鐵路快線 今晚都性色投入服務 由香港站至機場 平均要30分鐘 比原定時間慢 你同報道 機鐵早早提早在5點鐘 由香港站開出手班車 之後陸陸續續乘客越來越多 開始一起摸索一個全新的離港旅程 完成手續坐上機鐵又是另一種感覺 要享受60元 坐在九龍站那邊又不是那麼清楚 的士兜兜兜兜了 只是去找的士站兜了大圈 除了投訴 在車廂裏面拍照 研究一下新科技 再不是看一下外面的風景 終於到了目的地 不過就比宣傳的23分鐘遲了 平均要30分鐘 因為人手和機械方面 是要熟習它的操作 所以如果其中是有些小毛病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市民多多包涵 機鐵方面呼籲市民乘坐機鐵的時候 最少雨預送15分鐘 亞洲電視記者李同報道 稍後回來後來報道 李登輝會見覆日節 討論黑林頓訪華時的對台言論 穩過驅前任澳門的賭場 罪名成立 混監九月 大盡滿營 7月 新的巴士 新的巴士